没错 海牛队还是主场很厉害 白色球衣 深色短裤 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 由张欣欣指导 和我柳唐为您带来 炎智宇强球给到祖宜 看看祖宜怎么去策动这次进攻 脚下一拉 给到弹龙 弹龙的传中 看看这次 投球 投球 也是迟疑了一下 达里奇 投球之后迅速的反抢 长城下太太的犯击 再办实时 这个球是一个犯规 还是出示了一张防派的鞠躬 一对一 没有机会了 他是一个右脚球员 所以可能要调整到自己的左脚 还得调整半天 现在看这叫远球 哎呦 这个球 看起来球速好像不快 但是到门前线路可能略有小变化 好球 哈卡 横传转移 不错 启东 打到门前 这个球 太正了 门将王志峰直接压在了身下 从祖宜这儿去发起进攻 想要去直接打身后传过顶 这个球没能解为远 再往里送 漂亮 启东慢了一点 哈卡 来了 好球 哇 坎老王绝对的机会啊 没能压住 这脚传球想要打直塞但是被断下 看看这脚长传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看开防守球员直接打门 哇 这一下回防很关键啊 在门前 哇 这次向前的推进 费里奇 接到王志峰传球之后 拉边的传球 这球门前危险 漂亮 门将的这次出击呢 首先没有能够把这个球扑远 然后呢造成了空门的状态 但实际上在一个狭小空间当中 最后吉利尔梅还是将球打进了 首先汪静贤这脚传球就很有传球力 贝里奇横扫门前 这个球对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啊 在这个失去重心的时候 做了一个脚后跟的 哦 脚后跟的磕球 我们这个角度看一下 是的 这个角度可能也没有完全跟上 因为确实在罚球区内 球的这个发展 太快了 又是一脚长传 那你看这个长传啊 就是不阿基耶 刚才这个球 他是瞅着这个球 然后还在往前跑 就是对落点的这个判断 好像 有点迟疑 先看这次传球 好球啊 刚刚提到了不阿基耶 这次出到门前 这可能是最适合他的方式吧 一脚传中球打到滑球区 刘军帅的球 我觉得你看找落点这块 刘军帅都要比博阿基要好很多 对吧 没错 因为落点倒的很准 其实这脚传中传的那种 比较高的弧线的一个线 外围一脚远 远射 黄志峰 叶哥 这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黄志峰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将球给扑了出去 二点球 哎 刮截 两边球员是缠斗在一起 好 主裁判最终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这场比赛呢 青岛海牛是0比1 不敌长春亚太 终于